欢迎来到乳乳Recipe 今天要为大家分享新鲜蔬菜汤 主要材料有8个罗马番茄 2根芹菜 2条胡萝卜 2大匙的意大利调味料 1茶匙的黑胡椒粉 1大匙的盐 2大匙的油 建议食材有山药 芋头 腰果 毛豆 花椰菜 新鲜蘑菇 胡桃南瓜 玉米 最后会介绍自己做意大利调味料的比例 如果有兴趣的人请继续看到最后 现在准备食材 把番茄切块 芹菜 切小块 切小块 胡萝卜 切小块 白蘑菇切片 這次用壓力鍋煮 放入番茄 胡蘿蔔 西洋芹菜 蘑菇 加入6杯水至8分滿 加入兩大匙的義大利調味料拌均勻 以上為蔬菜湯的湯底 壓力鍋煮15分鐘左右 分兩次煮 第二次再加入其他的蔬食材料 已經煮15分鐘後開鍋 放入調味料 兩大匙的油 加入一大匙的鹽 一茶匙的黑胡椒粉拌均勻 放入其他的蔬菜 如芋頭 腰果 玉米等等 可以加入其他喜歡的蔬食材料 第二次煮15分鐘即可 準備義大利調味料的材料 大部分都是購買以調好的市售 義大利調味料 可以準備以下的材料 自己調配和種植原料 材料有半茶匙的迷迭香 半茶匙的百里香 半茶匙的末角蘭 半茶匙的俗尾草 一茶匙的牛稚 一茶匙的羅勒 攪拌均勻即可 這些原料也很容易自己種植 在超市買的鼠尾草 使用不要的寶特瓶加水 幾星期後就會出現新長的嫩根 在超市買的百里香 去除靠底部根莖的葉子 放入加水的寶特瓶內 當然有失敗的 過了幾個星期變乾及黑 表示沒有生命力了 把已經長嫩根的百里香移植入土裡 過一陣子就可以採收 15分鐘過後 新鮮蔬菜湯完成了 謝謝您的收看 希望您喜歡這次分享的食譜 祝您度過美好的每一天 也希望能再次觀看 下一次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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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